2005年三大天才后卫同时进入联盟 在第三的德龙和第四的保罗之后 费尔顿在第五顺位被山猫选走 而当年的费尔顿正是在NCAA大红大紫的北卡王牌主控 在这只一边虚无的山猫 费尔顿就是后场的大脑和希望 他和杰拉德华莱士以及埃美卡奥卡弗 组成了山猫当年的三叉戟 费尔顿在山猫打了五年 只能算得上中规中矩 对比当时同级别的德龙保罗 他没能展现出与名气相匹配的水平 这也导致了他最终转投尼克斯 离开了自己的老东家 在尼克斯 费尔顿遇到巅峰斯塔德迈尔 他成为小斯身边的又一个纳什 而在那一年 费尔顿一度场均17分9助攻 达到了东部全明星级别 然而之后他却作为安东尼交易的一部分 去了绝经 随后他颠沛流离 并作为林书豪的替身 重回尼克斯 可是巅峰已过的费尔德 却再也没有了当年掌控全局的能力了 在之后 费尔顿先后去了小牛快船和雷霆 虽然他不再是叱咤联盟的当家空位 但在每一个主控身边 他都能扮演属于自己的角色 直到今年 他才淡出联盟 而下一期则是目前联盟的当鸿炸子鸡 被誉为最像乔丹的男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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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